嗨大家好我是Nick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前几天一位小伙伴私信我说 很喜欢我的风格 谢谢 我非常的开心 还说有一个游戏里的青蛙和我长得很像 并且指出的是头发和嘴角很像 于是我带着好奇心 点开了图片一看 今天还是在伊藤阳华堂介绍美食 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一家 屯屋 这家店是连锁店 店铺数还是比较多的 有兴趣看另一街 这里能够使用现金 各种信用卡 电子钱包 微信支付宝 盐联卡都能用 厨房是半开始的 看上去也挺干净 而且料理是现做给你的 这次包的话就放在对面座位上了 这家店主营的就是各种的油炸炒餐 炸猪排 炸虾 炸鸡 炸鱼 可乐饼 还有各种该叫饭 并且套餐的大碗米饭是免费的 价格一般在1000日比以内就能吃饱 而且 看图片量还挺大的 这里注意一下 如果是点盖焦饭的话 这个是单品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加上味噌汤的价格 这里点餐需要和服务员说 最后拿着托盘和小票站着等 今天我点的是这家店的招牌套餐 我选择的是普通分量的猪排 做菜速度还算快 猪排看上去也很有食欲 调味料和小菜在边上 加点萝卜干 在素菜色拉上淋上芝麻酱 再来一点每次必不可少的七味辣椒 这次的芝麻酱放多了 卷心菜也挺多的 口感一般平淡无极 这个猪排子挺厚的 酱汁甜味 有点燥燥鸡肉的味道 非常配饭 可能最近天气变热了 米饭配着这个酸酸甜甜的素菜色拉 觉得也挺好吃的 还有这种肥酥相间的 吃起来不仅有瘦肉浸湿的口感 还有脂肪肥嫩的口感 这个是件大蒜片 配合着猪排一口下去 甜味中带有大蒜的香味 味道又升华了 腌萝卜清脆爽口 感觉太甜的话 来上几片也是很不错的 里面还有这种全肥的 一口下去有点像再次红烧肉的感觉 油脂的香味瞬间爆满了整个口腔 最后一块是加上七味辣椒的 甜中带有一点点的辣味 更好地激发出了猪肉的香味 这个味噌汤里有猪肉末 喝起来就是味噌味加上猪肉的香味 就是有点油腻 总结一下 这一顿没有超过一千日币 并且猪排的量也挺多的 味道不错 吃得饱 可以来尝试一下 当然我还吃过他家的嘎叫饭 不太喜欢蛋黄拌着饭一起吃 感觉黏糊糊的 没有丝滑的口感 如果有蛋清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 不过这个猪肉配着大蒜吃 真的爱了爱了 吃完还要把这个放到反缺口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